欢迎收看《魅力东方》 我是黄宝慧 这几年随着中国大陆的发展 两岸的关系出现了很多微妙的变化 特别是在民间 两岸通婚从1987年至2012年 已经高达了33万对 简单的说 台湾每9对新人当中就有一对是两岸婚姻 而这个数字正是说明了台湾与大陆的密切互动 在福建靖江市里头有一个特别的村庄 村里面有超过100多位的女性 都嫁到了台湾 做了台湾媳妇 而外界更是称这里为台湾媳妇村 今天我们就要带您来看看 台湾媳妇村里头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故事 脚不见朗年过七旬的红爷爷 每天都来这个纪念公园散步 当天的情况是这样 这个我那个时候才十多岁小鬼 这个我也参加林兵 参加这个运输队 那个时候五八二三大概是 十一点左右中 我们这些人聚合 主要参战的里面聚合 各的地方都到各的地方去聚合 我是譬如这个海间 这个运炮弹 1958年8月23号 国共爆发八二三炮战 几十万发的炮弹 在台湾金门与福建近江的上空乱窜 红建材是当年人称的战地小老虎 说起那天 方如昨日 大概在下午 四点左右间 这个就我们 便利我们马上建立建定 我们一建立建立就开始建立就开始打炮了 那个两半就打弄了 所以第一天 这个打的形勢就这个 那个他打那两个燃烧弹 就烧起来了 A14号 就是他建立打了一个炮弹 刚刚打到我们炮的炮管里面就爆炸了 那才15月那些都烧起来 那才就布地有牺牲几个 大概这个陆间跟海军在炮弹的时候 就牺牲了三十多分 这一天是两岸都忘不了的记忆 福建省尽将是因为与台湾地缘相近 往来变结 其中围头村则因为是大陆距离金门最近的渔村 炮火相对 竟将围头村有了海峡炮战第一村的名号 自1958年823炮战结束后 两岸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沉淀 开始找回过去的样子 渐渐在老百姓的生活中 牵出了一个又一个 从冤家变亲家的缘分 我们这边可能一百三十多队嘛 驾到金门台湾的主席 全个最多的一个地方 一个村子一百三十多队 还齐了两个这个金门的媳妇到这边来 哪知道当年跟台湾打得你死我活 几十年后女儿竟然是 全村第一个驾到台湾做媳妇的人 我那个李爷是我们这个地区第一个 驾到主席驾到金门的 当时好像将帝有人来设明 这个好像有牵线 就是我当时也有考虑 我也不反对 也不赞成 天下父母心哪有不担心的呢 特别这不光是两家人的事 还是台湾和大陆的事 不熟悉的人都这样 这个地方你们大陆有名 这个地方你们大陆有名 就是我感觉他因为两岸 没有来往啊 互相不了解 对大陆好像是 平看不起大陆好像这样 将其两边不了解的事 红爷爷还是有点情绪呢 不过现在不一样了 两岸交流越来越深入 竟将围头村也挑在每年的七夕 举办繁清洁活动 让老婆带着老公一起回娘家 据统计 至2013年6月 竟将围头村的台湾媳妇 高达133人 与其他村庄相比多了一成 两岸的生活文化与差异 他们最清楚 我是透过朋友 在转转认识他的乙仗 骨葬 对骨葬 结婚6年多 小两口挨拌嘴 刚去的时候会有一点沟通不良 大陆这边闽南这边讲的闽南语 跟我们台湾讲的闽南语都音调 相调比较不同 所以有时候我父母亲听我老婆在讲话的时候 有时候会听不太清楚这样 其实都讲闽南话 都吃闽南小吃 却还是有着小差异 一个家里面长大的兄弟姐妹 都不一定相处融洽了 更何况是来自两个家庭的夫妻 对于洪曼丽与刘明志而言 他们的婚姻如果出了争议 不光是两家人 还得扯上台湾语大德 设台婚姻是两岸间架起 做新往来的桥梁 但由于成长背景 以及生活习惯的不同 静江维头新娘的婚姻家庭纠纷 也随之产生 为了调解纠纷 这里因此成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 不是纠纷 它暂时不适应 就是我们台湾那边的一些生活 通过我们讲解以后 就没有听到说他们有什么纠纷 在静江维头村 这个大陆首个设台事务的调解委员会 成立两年多以来 陆陆续续解决了多达11起的纠纷 在当地人心里 也渐渐成为了纠纷结展 每年就是说 它是唱和不唱婚嘛 观点看法不一样 通过一些他们的亲戚 跟台湾那边的亲戚 互通一下 清关南段家务事 那一些家务事里面呢 就是说我们时常碰到的 很多事情呢 就是说 比如说他家庭里面的事情 我们也不完全很清楚 我们觉得说也不能单纯 听那个一方的讲 漂亮的支持 让一些时间来淡化他们 然后通过跟他们那个 那边的父母亲 跟这边的父母亲 然后通过他们达到共识 调解会的成功PayPal 就是先讲情 再讲理 最后再用法 先不急着断论黑白 而是让人与人的相处 回到将心比心的意味而处 多点耐心 用点智慧 就能尽力圆满难得的缘分 福建省近江市 因为地理位置与台湾最近 使得民间的交流 特别活耀 尤其是两方都是有着相邻的海域 于是往来也相对频繁 只不过两岸之间 毕竟还是有着不同的环境背景 彼此来往免不了就出现了矛盾纠纷 现在我们就要来深入了解 海上的纠纷 都出现了哪些疑难杂症 而当地的协调委员会 又是如何处理的 洪水瓶 尽江海峡第一村村长 也是大陆首个设台调节委员会的成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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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有什么事情 刚才我们人们聚同 就当人们放在一起 我们组织的调节会里 我们就 这几年就做了严调的事情 从事严调后 大家刚才听调节会 我们一人带一步 沉桥市总找德高望重的祈老 因为他们说话有分量 先聆听再沟通 而在尽江维头村 洪村长就是这个平台 所以说这个 这个调节的 你设计一般是 我们送风的 这个利液的出发 所以说应该有 在这个 洪民里这辈子 你我看有 就是有 渣时 就是安朝的元家 设董人 今天有这么多环小宝 平均不是很大的 让他们 你看我们知道 我建议 我们两个屋 七个人 大家就能得起 是不是这样 对 好 好 好 这样 嗯 搭建一个窗壳平台 让他们有事情 有地点找 有人找 有茶炮 通过这个平台里 达到就是两岸的一些 互动的一些和谐的一种 那个混运 2012年就 二月份就想说 率先创办这个 回头港的那个 里面调节的这个 这个委员会 而且我们回头村 比较好交朋友 这个通过这个 平台一搭建 那个 反而那个气氛就减少了 调解人员 注重调解方法和技巧 充分利用 共有的闽南文化 一壶茶 一杯酒 针对每个个案的生活习惯 与沟通语言 对症下药 进行沟通 这天雾大 领海的近江围头村 视线范围不到百米 渔民无良友像平日一样 出海修渔获 其实好像是在 继续在这边嘛 那边那边 所以养抱鱼了 里面的羊 养海带的 以海圈地 眼前这块区域 都是渔民无良友的养殖区 有一次 台湾渔船忽然冲进了 它的养殖区 可把它吓坏了 它的船当时是这样 大概是7点12点 差不多 中时那时 我记得是18号吧 所以 而且这个天使 有点雾嘛 看不太清楚 看到的时候 它下毛的时候 也还不知道 赶快拋毛了 还不知道 必然超速 滑进去 我们刚刚那个12日 流出菜要输的时候 撒尿很高 这一状 无良友损失了30莱姆 将近20万的人民币 在海上的一些商船 一些渔船 有些天气不好 会碰到我们近海的养殖量 这个纠缺占的比较多 那个贸易方面 也会相对占的一点点 所以说在海上纠缺 有些摩擦 船跟船对碰 有些船 就是开到海气去 造成一些养殖的损失 渔民本来就是靠天吃饭 以海为家 不论是大陆人 还是台湾人 这一口饭 都不容易 本来照常说 养殖母粒的无良友 意外碰上了 来自台湾的建隆号 你的成本 我的损失 这下该怎么算呢 是一项 有和室里面 有个海上的 对台 海市的解体 有一个小组 组织 村里面 一个干部 村里面 派对我们下来 看理解 调节委员会主动介入 要如何处理以及赔多赔少都是问题 最后调节会以折扮的方式 让台湾渔船赔了7万 虽然与无良有的20万损失仍有落差 但双方都让步了 此事也算顺利落幕 其实在调节委员会还没有成立之前 这里每年都会发生上千件像是这样的纠纷 自从这个协调会成立之后 两岸老百姓彼此有什么样的争议 几乎都是由这个协会来出灭原厂的 目前的成功率几乎已经高达九成 握手言和不容易 双方都必须懂得体谅和让力 中间的和事佬要将对立了两方 融成合作的一方 需要智慧 也更仰赖着真心真意的诚心 两岸之间的交流来自于各种面向 从政治文化到民生经济 而其中经济就是最关键的一环 特别是台商陆陆续续进军了大陆市场 相对产生的问题不少 接下来我们就要带你一起来关心 大陆首个涉台协调委员会 是如何在经贸问题上提出了解套 货柜车进进出出 物流配送中心的杨禄生来这里五年了 我本来之前是来自于厦门 我是厦门港务系统的 之前就是做了跟物流相关的这个行业 做了大概将近三十年的时间 之所以能够从筹备到现在一直在这工作 正因为是看好它的一个潜力 因为也是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 而且来讲对于整个围头码头也好 还有我们整个近江地区 今后的一些产业链的带动 会起很大的带动作用 所以我把它的前景看得很好 所以我也很乐意一直在这地方一直工作 20年前这里是大陆人民对台湾的贸易交货点 台湾所谓的货物走私 基本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因为这个两岸的一些渔民 基本上是在海上 我们所说的公海上面 进行一些以货易货的这种交易形式 那之后大概是到了2005年的时候 那大陆这边的政府呢 就有意识的要引导这些 把它逼犯化 那么把它引导呢 这个上岸来了 不是之前在这个海上的这种 以货易货的这种交易方式 那之后呢 就形成了有固定的一些指定的口案 来接受这些的 我们现在统称为小额贸易 也就是俗称的小三通这个业务 因为地缘的关系 明台两地的经贸活动络绎不绝 1994年 大陆官方为了改善人民私货交易的状况 将这里设定为 海上民间对台小额贸易交货点 把台面下的事变成了台面上的事 运输方式改变了 那么空观速度也提高了 那操作成本也降低了 首先这个比是要 首先是量已经 两岸的这个小额贸易的量增大了 那现在来讲呢 当然最大的收益是台湾地区这些 在大陆的这些一些客商 因为它有这些需求 需要一些原材料 火速材料 或者是大陆这边生产需要的一些 其用的物品 那由于有这样的一个模式 小三通的模式 它的时效比较快 那这样的话呢 就给予它这些 在一些生产上面的 一些需需的产品呢 通过这个渠道呢 成本会降低很多 2001年 台湾正式实施小三通 也就是开放通商通油通行 从此之后 这里的台湾杂货店 琳琅满目的台湾货 都有了合法的身份 之前因为我们有清澈到台湾啊 用个一点点寄过来 现在这三通就比较方便一点 以前就是要检查啊 到这门去捷补 大陆的到这门去换东西被抓 那我们这边是靠海语 放假的时候 家人比较喜欢带小孩来这边玩啊 就这样 随着两岸交流频繁 货物贸易合法化 不少台湾人开始进军大陆 开启工厂做起买卖 我用原料 本来是金门人的蔡涵光 因为在这里开了工厂 几年前就举家搬来进江 说起刚开始的创业史 也免不了困难重重 碰到的大概就是 就是像一些 款项方面的问题啊 有时候尾款方面的拖签啊 然后再来的就是 有时候也会说 东西奖的 合同都签了是 本来就是说只有做到这个 我们东西区庄的那边 就是只有做到这个部分 然后可能他会就 又多要求一些很多 付款方式都讲得好好 都讲得非常清楚了 合同也都签了 可是到了他付尾款的时候 他就会反而会用说 我们这个东西被别人贵咯 有没有啊 你的东西也没比别人好 怎么样呢 用一些这种东西 比较无理的理由来做拖签 因为两岸的不了解 做事习惯的不相同 像蔡涵光一样的台商 比比皆是 问题越对越多 这时候大陆首个社台事务协调委员会 退半步 然后你可能以二位建议打步 为什么你生意 对方还会 也能接着再跟你进行做下去 通过亲情 相情 友情 竟将协调委员会 自成立以来 大幅地降低了两岸经贸往来 以及民间交流活动中 所产生的摩擦 或许这个调节委员会 真正体现的意义 是发挥了两岸 文员 邪员 地员 商员 法员 时代背景的转换 让两岸历经了不少的故事 现在因为频繁的交流活动 强化了两地的连结 而大陆首个社台 民间协调委员会的出现 也说明了双方对事务沟通的需求 事实上 和谐来自于一点一点的相互理解 同时也来自于有关单位 一步一步的沟通对话 这需要彼此的耐心 同时也需要双方的智慧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魅力东方 我们下周再会 我们下周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